用術素調味 加鹹加辣 帶給你原汁原味 Hello 歡迎來到原汁原味之前 依然還有我Theria Hello Hamlet 我還在這 今次是比較感性的 是 內心或者價值觀 這件事很兇範 或者 你們說 你對某件事的價值觀 如何看這個世界 或者你的故人 價值觀是很主觀的 主觀就可以 有些人外情喝水飽 有些事業最重要 有些人家庭最重要 是看自己排誰排第一位 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現在是什麼 我就比較屬於事業型 然後是家庭 愛情 因為我老實說一句 事物是靠自己奮鬥 家庭或者自己出身 沒有選擇 第三 可以選擇 有軟飯吃的 好 這是共同男人 最希望的價值觀 尤其是你的好朋友 真的 是 他很豐 他很豐 我不會有豐 他很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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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有些事業 或者是 家庭 然後到愛情 因為如果你沒有事業 就沒有用 大家的價值觀都很實在 那你的價值觀呢 是的 我的價值觀是經歷了一些時間不同 其實在 如果你說我在結婚前 我都會著重事業和愛情 就是想找個老婆 當然啦 想做軟飯模 當然是每個男人的健身工作 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但是問題是 你人生裡面經歷了一些大起大落 那你自然對價值觀 都會有改觀 像我這樣 在我現在的時刻 我會求一個叫做快樂 不是說我不想賺錢 是因為我經歷的事 都會告訴我 有些事情 不到在你手 或者你捉不到 或者你就是零 不是你 你會有些事情 你會感覺到 你不可以說 退期後次 是你 用你們佛學 或者什麼叫做大切大行 但是在我的立場來說 我就會覺得 我是經歷了 我看通了一些事情 就覺得有些事情 既然 如果是有定數 或者你是有這麼多 有計劃 上面 天天上面的神 對你有計劃的話 那 不如你就接受它 好好的去令自己 可以在這個計劃裡面 做好自己 在這個計劃裡面 我現在的人生價值觀 就是希望可以快樂 好像很虛幻 好像很虛幻 其實快樂 說得很難做到 很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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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金錢物質 給不到你快樂 這已經很恐怕難 沒有人會真正快樂 因為我現在的快樂 不是說 除了自己之外 還希望家庭一齊都有快樂 希望太太會好 身體健康 兒子又是身體健康 學業也好 可能會用了 他們的好 已經代表了我生命的好 即是從他們的出發點 是的 現在我的裡面 可能你們兩個沒有感情 當你經歷了一些事情 你要快樂 當不是自己一個的時候 即不是你的快樂而快樂 是希望你 一家人 周圍身邊的影響你的快樂 與不快樂 如果旁邊有問題 你解決了 你也會快樂 解決不到 大家一起優秀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層面裡面 在我裡面 在我層面有一個快樂 我享受每一個家庭裡面的事情 如果你在你老年之後 你會回想起這段相簿 每件事都有你和你的兒女 或者是妻子一齊 或者是老公一齊在裡面 你會發覺 是很快樂的事 因為那本相簿 我不是說 你人生裡面的記憶 那本相簿 原來每件事都有你的願望 因為這個影響很重要 如果你的家庭 或者其他東西裡面 你少了影響 好像你很無奈 不喜歡你 其實你不快樂 但你會發覺 原來那個快樂 因為到最後的時候 兒女或者其他人 都會和他一起 有這種快樂 去共同享受 去享受 這是我覺得 人生裡面 我未來會想 希望做的事 我也說過 如果 我有80歲的人 40歲前 本身 其實我是失敗的 其實我不快樂 你好像有些物質上的東西 你擁有 但其實你不快樂 我經歷了很多 不好的事情 變相了 到後期裡面 你要尋後追尋的東西 你就會知道 其他人生意義在哪裏 我希望 如果我40歲 來一個界點的話 我現在 未來的40年 我都希望 人生會快樂 因為 可能 追求你 不可以 我可能不是 在說 我未必大富大貴 我未必是 駕駛車 但是我希望 我 基本 或者有需要的東西 都可以 補充到 家裏 或者自己 能夠滿足到 就應該很夠 其實 人最困難的 就是最困難的 人最困難的 就是永遠不知足 這個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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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足的話 你要貪面 或者好東西 越差越深 當時變成一無所有 你經常都見到 見到很多 所以我 希望 自己 希望我人生裏 的人 快樂 和自足 只要你能夠 有這兩樣東西 在心裏 我覺得 人生的價值觀 都不枉 如此 當然 我都不會說 觀眾未必認同 或者 這個都要經歷 一定人生有經歷 才會明白 這一番說話 或者我所經歷的事情 否則 否則 你二十多歲 可能 你在說什麼 二十多歲 二十多歲 如果經歷到你的事情 他都好嗎 他可能不開心 就出去喝啤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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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的時間 我覺得 這對我來說 價值觀很重要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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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做 學習 還不停 學習 也在追求 這樣 你自己覺得 我和你有點相反 我的價值觀 其實 應該是到 五個 我想 未結婚之前 拍拖之後 由我開始接觸這行 開始 我的價值觀 其實是 我反而覺得是 我要貪 所以 我所謂的貪就是 我 渴望我得到 我才有動力去做 貪 成為人生的 因為你經常說 貪心是人進步 所以 很多時候 譬如說 尤其 貪不是物質上的 反而是 知識上的 以前我真的沒有讀那麼多書 是之後 後來真的看的書 比較多 是否因為你 學業需要呢 一來需要 二來就開始發覺 其實是 以前原來我 不讀書 我發覺 我原來 我以前是二十多年 我真的睡著 即是你打算是以前 吃軟飯的 我打算吃軟飯 其實才是 可以的東西 比較容易得到 每個年齡層 所追求不一樣 或者還未到那個年齡 或者還未到 或者還未到那個年齡 但我的問題是 因為我 我有這個貪的動力 我才去學問得到更多 想做更多 如果我不去貪 我就不會走 做電腦節目 我就不會走 找人家師傅 不會刻意做到 幫自己賣名氣 啟發的東西 不會刻意去 找人家師傅 拜師 同樣 這個貪欲 做就了 因為我要 想得到名氣 得到財力 就給了你 就給了我動力 去爭存 證明了我 那個人在 然後就會覺得 到我 假設有一天 到八十多歲 我老了 書問起我 我做了什麼都好 然後 我起碼都說回 我曾經二十多歲 或者三十多歲 我做過那些 我夠膽在台上 說我做風水 如果別人的歌唱在上面 我做風水 那怎麼辦 你夠不夠膽 我夠膽衝這件事 或者我夠膽衝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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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別人或是年輕人 都覺得 你存在的價值 我的價值就是這個 我證明了 在這個世界上 我做了一番事業 做了一番事業 證明我活在這個世界上 這就是我的價值 我不用虛道 沒有膽衝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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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以前這件事 也有想過 初初打工的時候 有什麼 不要說什麼 其實不是打藥餐廳 就是餐廳 特別容易消磨個人的意志 因為你除了工作 那時候 我就想 算了 打死餐廳 有些工作 做傳銷 或者做保養 他們灌輸很多 所謂的投資 業務 經常打的時候 開始慢慢 貪欲比較重 反而這個動力 會變得大 形成我 覺得價值 可能我要做我的事 可能是否好 還是我的事 立了一段 以後我跟別人說 我也希望我有做過 這個就是我的價值 OK 你也對 因為我認識你 你也有一段長時間 其實我跟他有一段淵源 我很多之前已經認識他 不過中間一段時間 他去學術 我又做另一件事 很少接觸 其實他以前 跟現在是有分別的 因為以前的他 都沒有一個動力 他沒有一個動力 沒有一個目標 以前是比所謂的大師 和長 高級幫長 更加體日更加化 更加虛謀 不是化 是化 因為不知道在做什麼事 現在他會有一個很大的 不可以用時間 他有一個盡量 還有一個目標 要知道自己要怎麼走 很重要的是 他的價值觀就是 他知道自己應該要走什麼路 他知道自己 接下來要什麼 也是很難的 因為你要 想要那樣東西 我夠想要幾億 那你怎樣呢 打劫四人 你殺人伏火 但問題是他有個目標 知道這條路怎麼走 我怎麼可以達到他 想要那個目的 他這件事 是現在我見到他 一個很不同的一個 對 你以前 我就是想彌補回我以前 我覺得我浪費了的時間 你就應該這樣 跟我們這些兄弟 免費看幾個年照 幫你擺幾十個陣 搞定我風山水氣 你就彌補了 你就應該這樣 跟觀眾講 我現在彌補了我的空海 你來投十名 我們收你半價 你這樣 每個人都說 我都去投十名以來 我都是第九個 我永遠都不去第十個 他去睡覺 我現在計算是不對的 因為Terry姊姊和現在 感覺上是跟他 他面對著自己的困境 他知道自己應該怎樣解決 他知道怎樣走那段路 他明白到中間的困境是有在的 他不會覺得那個困境是 無緣無故走出來 加上他現在做這行 他更加懂得為自己籌謀 我覺得是 比幾年前我認識他 真的很不同 那時候我幾年認識他 我都三十多歲 其實他那時候很年輕 其實他做這行 我都很差異 因為我認識他 我覺得他是很年輕 為何會偽然走進這行 當然他有自己的經歷 但問題是 我覺得是一件進取的事 我不是說那個行業好不好 因為都是一個職業 那件經歷 那件經歷 令我真的要看某些事情 其實都要做 事搭事 其實我都是一堅不欣由的 沒有那件事發生 那我又不會認識我現在的師傅 那我認識不到我現在的師傅 我不會進入這行 對你來說 對於是製餘 對於是製餘 所以沒有那麼久 都可以說是個天安排 對的 事緣 事緣對於是一個 當時我也有跟他說 你這麼年輕 遙遙你做餐館做多久 我都跟他說 我都跟他說 你忘記了 我都跟他說 你做可以做多久 你不看非你是想做餐館老闆 還是你有什麼貪心 他現在時沒有答案 因為當時他自己都很迷惘 還沒找到目標 都很迷惘 他可能一天過一天的 他那時有少了一天過一天的感覺 還有當時華納國版更多感 密爾類罪 當時就變相了 覺得沒什麼特別 但這幾年他能夠有個經歷 有個改變 其實是一件好事 因為如果沒有那些經歷 今天見不到他 在跟他聊天 你記得跟我們多些 免費洗風水 其實無非我這些 我都是貪的 我都會覺得很囂張 適當的 貪是好事 好了 我們今次的節目 都講到這個為止 希望各位觀眾 類性觀眾 大概可以理解到 男性心裡面說什麼 因為自從不少這些節目 都是有過利的女性看 去瞭解更加清楚 一個男性的心裡面 同時希望所有男性 都聽到一些共鳴 好了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 再講一下男性的主題 OK 就這樣 拜拜 拜拜